高雄高公立體停車場外 30號晚間出現大輛車潮 排隊等候進場 由車主等不下去 直接放棄走人 鏡頭轉到高雄延城區停車場外 同樣排起長長車隊 過了一個彎繼續排 幾乎看不到鏡頭 就是怕山陀兒颱風來襲 會重演開密颱風淹水災情 為了不讓愛車泡水 有駕駛一等就是兩小時 過了一晚停車場依舊顯示客滿 外頭還有不少車主 一早就來排隊 登著要進場 昨天晚上我看他們很多 我就暫時先丟在路邊 然後一大早進就過來排 還是沒位 還是沒位還是這樣子 我都常常停這邊 不曉得這次那麼多人 每個都停上去了 我等了差不多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 對啊 根本都沒有位置 真的嚴怕了 就算路邊也有停車隔 民眾還是不放心 甘願慢慢排隊 也要把愛車停到相對安全的 立體停車場內 讓高雄許多停車場 都大爆滿一位難求 其實我們颱風天都是會滿位的 因為一般人都會來室內 室內停車場 而且我們都是立體的 比較不會淹水 而上回開密颱風災情 最嚴重的三明區 日安地球社區 停車場總計有多達800多輛汽機車泡水 記起上次教訓 管理員趁著風雨還沒變大 趕緊用沙包擋住車庫路口 就是擔心住戶車輛又成了泡水車 三頭兒增強成強烈颱風後 持續朝南高坪地區而來 威力不容輕忽 民眾把握時間做防台準備 就是希望不要讓愛車 再受到好與搏擊 今新聞林妙如 謝佳麟